你知道有百年历史的手工传统麻将是怎么做出来的吗 制作的原材料竟然是牛骨和竹子 师傅从秃材厂捡来不要钱的牛骨 电锯切割成均匀的小段后 用斧头披成麻将大小的皮料 这些块状牛骨会被放进开水中 蒸煮接近两个小时 这样就可以驱除牛骨中残留的血液和骨髓 随后被放到阳光下暴晒 接下来就要将这些牛骨进行打磨 直至打磨成薄薄的块状 此时的牛骨还有部分牛渍 这时就需要将其放入到密质熔液中浸泡24小时 清洗过后牛骨部分就制作完成 师傅又跑到村旁的竹林 将砍下来的竹子也切割打磨成和牛骨同样大小的竹片 接下来就会运用到古老的笋毛工艺 在竹片部分打磨出一个凹槽 再在牛骨薄片上磨出一个凸棱 将两者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经过打磨抛光后就要进行最后一个工序 那就是雕刻 师傅将手中的刻刀和钻头运用的行云流水 绝不脱泥带水 上色之后一副精美竹鼓麻将就制作好了 据称这样的一副麻将就要卖到四五千 你们觉得这种纯手工打造的竹鼓麻将 卖多少钱合适呢